受风箱的立川渔场每年都会在9月份举办黄金险节活动 而今年遇到新冠状肺炎疫情的影响 为了配合中央防疫政策只好停办 不过在农委会所推出的农油券的消费政策下 却为休闲农业区的农民带来了不一样的消费形态 也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 受风箱立川渔场在每年9月份都会举办黄金险节 今年遇到了冠状病毒疫情问题 为了配合中央防疫政策只好停办 也让许多长期喜爱立川渔场的民众期望落空 这次国际黄金险节是有我们疫情的因素 或者这是我们公司一年一度的一个大事 那么也很多游客也打电话过来行为 所以对我们支持这些我们这个活动的朋友们 非常地感谢你们对我们长期的支持 这次真的是疫情的一个因素 考量到大家的一个安全 所以就停办了一年 不过在农委会所推出的农油券消费政策 却为休闲农业园区的农民带来不一样的消费形态 立川渔场在农委会的评比当中 也获得了一万两千多张的消费额度 在观光农场中排名第一 这次非常感谢我们政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 那农油券进来在我们修行部 所收到的这个额度也相当可观 包括城市的原因往乡村里面跑 所以在这次的农油券的这个政策 非常感谢政府的用这样的方式 让我们的这个游客备争许多 会把这个优良的这个政策继续的推广下去 让全省各区 不管是游客或是我们民众都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一个良好的政策 在暑假过后观光农场以及小农所担心的消费者消费能力是否能够延续 农民都希望农委会能够持续办理相关的政策 为乡村带来更多的消费力 促进农民的经济收入 记者林杰 寿风采访报道 都喜欢评论这是微博人的小农 did 比如 感谢观看